欢迎您收看中国简报 李泽凯有能力第五次幸运 路透观点 预计亚洲保险公司FWD将放弃其在香港上市的申请 这将标志着其第四次尝试上市的结束 这个决定是在香港资本市场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做出的 今年的IPO融资额较去年下降了65% FWD并非独自等待 目前香港有超过110家公司在IPO排队等待 然而 FWD的保险业务应该对全球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尤其是在他们对中国股票冷淡的情况下 该公司展示了强劲的有机增长 并自2021年以来在IPO前筹集了18亿美元 因此并不急需资金 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对习近平控制欲的考验 日本时报 中国经济最近的困境引发了关于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经济政策方向的辩论 该国面临增长放缓 债务水平上升 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战等问题 这些问题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并引发了国内对经济政策的非同寻常的坦诚辩论 一些批评者认为 习近平的政策强调 国家控制和经济民族主义 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创新 然而其他人认为习近平的政策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和促进长期稳定所必需的 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产生重大影响 台湾表示 中国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陆透社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消息 由航空母舰山东号领导的中国海军编队经过台湾附近 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该部还报告称 包括距16战斗机在内的11架中国军机出现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并且台湾军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 山东号此前曾在4月份参加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 并在6月份通过台湾海峡 中国增加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 以回应其认为台湾与美国勾结的行为 台湾强烈反对中国的主权主张 英国首相在一份报告指出 议会工作人员为北京间谍活动后 对中国进行了指责 澳洲ABC英国首相拉西苏纳克对中国总理 对英国民主的不可接受干涉表示担忧 此前一名议会研究员今年早些时候 因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据报道这名嫌疑人是一名与执政保守党的 高级政治家合作的议会研究员 近年来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经济欺诈 人权侵犯以及北京对香港公民自由的打压而加剧 英国指责中国进行秘密活动并干涉其内政 碧桂人面临在岸债券延期的新考验 路透社 中国开发商碧桂人面临债权人投票 以延长几笔在岸债券的到期日 在岸债权人将决定是否批准碧桂人的提议 将8笔债券的还款期限延长三年 此前 该开发商在9月份获得债权人批准 延长了一笔价值5.33亿美元的在岸债券的还款期限 由于销售额大幅下滑 碧桂人面临流动性压力 其在12个月内到期的债务总额为149亿美元 而其现金水平约为147亿美元 卢比可能会在亚洲积极信号的推动下 保持在83美元以上 路透社 预计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将在周一保持在83以上 这是由于大多数亚洲货币的增值 以及对更多央行干预的预期 非交割远期合约显示 卢比对美元的开盘价将在82.92 至82.96之间 与前一交易日几乎没有变化 亚洲货币在本周初大多上涨 而美元指数略有下降 印度储备银行在上周五 通过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了积极干预 据信这是为了防止美元卢比汇率收盘价超过83 中国人民币在最近的低点上反弹 创下历史最强的固定信号 彭博社 人民币自央行设定比预期更强的每日汇率后 已从16年来的低点上升 国有银行也积极出售美元 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的涨势 然而 尽管有这些努力 许多策略师认为 央行只会试图减缓人民币贬值的速度 不太可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来扭转货币贬值的趋势 阿里巴巴股价下跌4% 因即将离职的首席执行官辞去云计算部门 路透社 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价在即将离职的首席执行官张勇 突然离开公司的云计算业务后下跌了4%以上 张勇源计划在周日将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吴小波 云业务是中国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 并将作为集团重组的一部分从阿里巴巴中分拆出来 分析师估计云计算部门的价值在41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 但对于其监管审查的担忧也有所提高 因为它管理着大量的数据 印度股市预计将开盘下跌 跟随亚洲同行在重要宏观数据公布前的走势 路透社 预计印度股市周一开盘时会略有下跌 此前该市场经历了两个多月来的最佳表现 亚洲市场也出现下跌 投资者正在等待主要经济体的重要宏观经济数据 印度股市一直在叙事上涨 Nifty 50指数和Sensex指数都接近创纪录的高位 投资者还在等待印度8月份的零售通胀数据和7月份的工业产出数据 这些数据将于周二公布 上周五 外国机构投资者抛售了股票 而国内投资者则购买了股票 日本医疗实验室设备在中国市场上升 日经亚洲 日本医疗设备制造商岛金计划到2024年开始在中国制造高端医疗测试设备 因为政府规定鼓励医疗机构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岛金将投资约30亿日元2000万美元扩大其在苏州的工厂 并开始制造高附加值产品 随着中国医院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内制造的产品 政府鼓励本地生产医疗设备 岛金计划在截至2029年3月的财年结束时 在中国实现2000亿日元的销售额 是上一财年销售额的两倍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新加坡发生发动机起火 导致机舱内充满烟雾 乘客被疏散 9人受伤 美联社 9名乘客在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紧急降落新加坡时受伤 因为发动机起火导致机舱充满烟雾 这架空中客车A320飞机上有146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当时正在从中国成都飞往新加坡 飞行员报告前货舱和洗手间有烟雾后宣布紧急情况 目前正在调查火灾原因 亚洲股市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走弱 路透社 周一 亚洲股市下跌 投资者正在等待9月份的美国通胀数据 这可能会为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决策提供线索 除日本外 MSCI亚太地区股票指数下跌0.4% 澳大利亚股市和日本日经股指下跌0.25%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2939% 而上周五的美国收盘价为4.256% SK海利市的240亿美元涨势在中美科技战中逐渐瓦解 彭博社 韩国芯片制造商SK海利市面临股价大幅下跌的局面 原因是其产品被发现 用于华为Made60 Pro智能手机 该公司向苹果和英伟达供应芯片 自今年年初以来 其股价已飙升超过60% 但自上周消息传出以来 下跌了6% 引发了对韩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 乌克兰协议全球南方助推印度G20峰会的五个要点 日经亚洲 今年G20峰会首次在印度举行 取得了几个关键成果 G20领导人就乌克兰战争达成了一致的措辞 尽管相较于以前的声明 措辞有所缓和 没有承认对俄罗斯入侵的强烈谴责 峰会还努力应对气候危机 承诺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三倍 印度担任G20主席国期间 注重关注全球南方问题 非洲联盟被接纳为该组织的永久成员 并努力扩大G20的范围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多地参与其中 峰会还提出了一些 可能抵消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方面影响力的举措 比如一个连接印度与中东和欧洲的港口和铁路项目 最后 G20呼吁建立更好 更大 更有效的多边开发银行 以应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贷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